哈喽大家好 来到了12月份 先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然后也非常感谢这一年来 各位对于博佑国际英文新闻导读的支持 好,那我们这一个月份呢 当然也是为大家带来重要的一些资讯哦 那最近天气冷 大家也要注意暴暖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则新闻 大家有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她是谁呢?她叫做Zara Rutherford 这个小女生她只有19岁 那她是英国跟比利时双重国籍的 她从今年暑假开始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呢,她架着这一个小型的这个飞机 那她打算要环绕世界这样 所以呢,她说啊 标题她写team pilot pilot也就是飞行员的意思 Zara Rutherford to be the youngest woman to fly around the world solo 看到solo就知道 就只有她一个人 那她这一趟旅程啊 是从比利时出发的 比利时的brussel这一个地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则新闻我们会遇到的单字呢 第一个叫做Depart from Depart from它是一个出发的意思 比如说我从台湾要飞到美国 那我就是Depart from Taiwan 这样 那再来span span呢它是横跨的意思 就是像她飞机飞过了哪几个大洲啊 就是横跨 那下一个字是Voyage Voyage它叫做旅程的意思 有没有听过啊 在影集里面可能法国人会说什么 Bon voyage 就是祝你一路顺风 或是旅途愉快的意思 那最后一个Aviation Aviation呢它就是指飞行的意思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它说啊,这是在今年的事情 In August, Team Pilot Zara Rutherford Who is a 19 year old British Belgian Departed from the airport in Western Belgium 我们先看到这里哦 它说啊,在今年8月的时候 这个年轻的飞行员Zara 她19岁,那刚刚讲的就是 同时是英国人,那她也是比利时人 她从这一个比利时Western西部的 这个Airport机场出发 那她的旅程呢是 On her 51,000km journey 要开启她这一趟 五万一千公里的一个旅程 那么,This journey is to span 5 continents and 52 countries 这一趟旅程呢,她总共会去横跨 5个大洲 continents 而且她还会经过52个国家 顺带一提 这是包括台湾哦 为什么这一则新闻 会在这个月的时候讲呢 因为这位Zara 她就是在今年12月的时候 她降落台北的松山机场 好,那台湾的这个接待人员 也是非常热情的 马上递上一杯50蓝的珍奶 好,她会飞过52个国家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Greenland, Russia and Columbia 当然还有更多 经过了美国,格林兰,俄罗斯跟哥伦比亚 那其实她也有分享到 因为气候的因素啊 像她在阿拉斯加 还有在Russia,俄罗斯 都因为气候还有一些签证的原因 在这两个地方就各卡了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其实很不容易 继续看哦 Aside from entering the record book The teenager had spread positive hope 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哦 其实啊,不止 Aside from就是除了什么以外 除了她这个创举 会被写进记录 写到历史 Record book就是一个记录本 好,写出了历史以外啊 其实这一位年轻人 她还就是散播了一个很正向的希望 positive hope 什么样的希望呢? That her voyage will encourage girls and women to study and work in STEM 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 她说她希望她的旅程 可以去鼓励到一些女孩子 还有一些女人 我们这边说的是可能成年的女性 那可以去就是不论是研读啊 或是工作 在怎么样子的领域 STEM的领域 大家认识一下STEM Science S开头 T开头 technology 科技 科学 还有呢 engineering 工程 甚至是mathematics 跟数学相关的 好,这个领域她鼓励女孩子们可以去尝试 甚至呢,Spark Girl's interest in aviation 她甚至去 其实Spark就是有种点亮的感觉 点亮啊,激发女孩子对于这个飞行或是航空的一个兴趣 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一则新闻 那再来看一下 第二则新闻 当然12月 大约在11月12月份最轰动 应该说就是最新的 关于病毒最新的更新资讯就是这一个 Omicron Omicron to be dominant variant in EU 就是我们的European Union 欧盟 By mid January 好,现在欧盟就是在 已经在预测啦 就是在1月中之前呢 Omicron这个变种病毒 它会成为一个就是主宰的 Dominant就是一个主宰的变种病毒啦 已经超越过前面的Delta了 好,那这个地图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 黄色的地区呢都是欧盟的区块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好,今天会遇到的单字呢 刚刚说的Dominant它有主宰的意思 那相对就是非常重要的嘛 好,很有影响力的 再来Overshadow Overshadow它是一个动词 覆盖上一层阴影或是盖住 那再来Disrupt Disrupt就是捣乱啊或是扰乱 比如说你的计划被打乱了 你也可以说Disrupt 好,我们看一下新闻 它说 Omicron is expected to be the dominant coronavirus variant in the European Union's 27 nations by mid-January 这个跟刚刚我们在标题看到的 其实差不多 这个新闻的主轴 就是说Omicron这个病毒啊 is expected to 就是被期待 就是大家都知道有可能 什么事情会发生 它会变成这个主宰的 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 variant 那当然会影响到 目前就是针对欧盟 27个国家在 音乐中之前 可能都会大幅的受 这个东西的影响 那它说 The union's top official said Amit concerns that a dramatic rise in infections will once again make this Christmas be overshadowed by the pandemic 好,这一段有一点长 但是我们慢慢看哦 他说 这个联盟的最高指挥官 他就表示 他就说啊 好 Amit Amit就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充斥着 在一个 就是在这个充斥着一个担忧的过程 当然就是有病毒来 当然这个空气 或者整个社会中 都会充满了担忧嘛 那就是大家担心什么事情呢 就是 会担心会有一个 剧烈的 Dramatic rise in infections 就是 又开始突然 新增非常多的病例 比如说你从50例 突然新增到1万例 就是一个Dramatic rise 好 会担心嘛 那这一件事情呢 当然就会 呃 最高指挥官表示 他可能会 once again 会再次哦 让这个圣诞节 当然嘛 就是 2020的圣诞节的时候 大家以为 是不是会看见了希望 但是2021的圣诞节 怎么又嗅到2020 当时的那个味道了 所以他就说 啊 又会再次的 over shadow by the pandemic 好嘛 会 可能又会被这个大流行病所掩盖了 覆盖掉了 好 我们继续看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ident Ursula said the EU is well prepared to fight Omicron with 66.6% of its population fully vaccinated 好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啊 这个 这个 Ursula 总理啊 他其实 呃 对于欧盟 或对于整个欧洲现在的情势 他们觉得已经就做好一个万全准备 所以我们会说 well prepared 他准备好要fight 要对抗这个变种病毒 那他要怎么样的对抗 我们看一下后面 他说 有66.6%的 population 指的是 哇 有这么多的人口 他们已经怎么样 不只是受过 已经不只是打过疫苗了 而是fully vaccinated 也就是他们两季都已经打完了 完整的接种 好 那他说啊 she expressed disappointment that the pandemic will again disrupt year and celebrations 那先看到这里 他当然就是又表示出好 对于就是今年底又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也是失望嘛 disappointment 那就是因为说这一个流行病 传染病 他又要再次的打乱 我们刚刚说的 打乱打扰 我们的year end celebration 就呼应到前面的Christmas event 就是圣诞节 年底的这个庆祝的日子 但是呢 but said she was confident the European Union has the strength and means to overcome COVID-19 但他是不是有自信的呢 是哦 他有信心说欧盟已经有这个能力 我们有一个力量 而且还有这个方法 means 要做什么事情呢 去对抗这个COVID-19 好 那就是大家特别注意 其实overcome这个字啊 在这几个月来 很多新闻里面都会一直遇到 那就是克服哦 好这是我们的第二则新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呢 来自 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图片里面 我看到了这个杜拜 两个 这一个字嘛 杜拜呢 来在哪边 好今天的地图就移到了 好阿拉伯 来这边看一下 United Arab Emirates 简称UAE 就是我们在 嗯 一千国小的时候 在课本里面 有没有看到一个很长的国家名字 叫做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那其实现在就简称 可以简称阿联 好 这个国家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们有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更新 来看一下 In major change 就是我刚刚说的很大的改变 UAE Work Week to be Monday through Friday 诶 大家想说什么意思 这个是工作的周 他们工作日啊 改变成星期一到星期五了 是对 像对台湾 或是大部分亚洲国家而言 是啊 我们都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 但其实阿拉伯这一边啊 他们的工作时间 本来是星期天到星期四 日一二三四 这五天哦 他们要做一个改变了 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一边遇到的单字呢 其实大部分都会是比较基础的字 那我们就特别看一个片语 叫做 take effect take effect 通常就是指政府有颁发一些新的命令 然后准备要生效了 so take effect 好我们看看 他说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said this month its official work week will move to Monday to Friday 是吧 看到了这一个 哦 阿联他们决定 就是从十二月开始啊 他们就说了 在十二月的时候做一个决定 决定说 他们的工作日要一致 周一至周五 a significant change that brings the Islamic nation in line with western schedules 好这边他说啊 当然这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绝对是非常大的改变 因为整个作息都调整了 所以是非常重大的significant change 然后带来为这个伊斯兰的这个国家 好带来一个改变 那他们接下来就是要向什么靠拢 in line with 要就是向西方的这个制度啊 这个制度啊 西方的这个行程来靠拢 这样其实不管在经济 金融或是其他的发展规划来说 都可以跟就是跟一些经济强国更加的同步 那他说啊 the decision is going to take effect next month 那也就是从下个月的时候要开始生效 那也就会是在2022年开始 好so making the Gulf Arab Federation one of the few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来待会我们后面会继续哦 我们先看这个这件事情啊 让这个 Gulf就是这个海湾 阿拉伯海湾的这个联邦 好这个国家啊成为中东 Middle is 少数的国家 来做什么事情呢 来我们继续看哦 少数的国家like to operate on western hours instead of on a Sunday through Thursday week 这边就是刚刚提到的 少数的国家去执行这个西方的时间轴 那一到五嘛就是一种比较 就是一个western schedule 那替代掉他们原先的周日到周四的工作天 那government employees would work a half day on Friday the traditional Muslim holy day 来看一下这里 他说那就是政府的员工啊 政府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 他们就是在周五的时候只要上半天 half day 那一天星期五对于就是 穆斯林国家来说是什么呢 是传统的 是一个聚礼日 他们要聚在一起做礼拜 Muslim holy day OK 特别注意这个聚礼日 and then take Saturday and Sunday off OK 所以周五你就做半天 然后周六周日就是你的休息日 当你看到off的时候呢 就是不用上班的意思 好 according to the announcement 那这对于就是 哈拉伯国家来说呢 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嘛 那就是特别也让大家知道一下 哦 其实不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 都一样是周一到周五 是他们的一个工作天 好 那我们今天 啊 这个月的新闻就到这边哦 希望今天有让各位学到一些新知 那么最后附上一个可爱的圣诞插画 祝各位圣诞节快乐 然后平安 好 那我们下个月见咯 应该说我们明年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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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